做一些露營 那可以提醒自己 那也可以 分享給大家 一些做法 那這個為什麼要來學 這個是因為最近要幫 一個 單位來做一些 方便他們管理的東西 那 那是搜尋Google 鋼山 愛寶對 那他是一個 鋼山育仁社區外 協會的喜樂園愛寶貝家庭 那他是一個組織單位 那他是為了協助一些 身心障礙的 兒童 來的家庭走出一些 能夠建立更積極的人生 那他有一些課程可以參加 那以下的露營就是會慢慢的 把整個 他們的管理 和報名的東西 給建立起來 那有興趣知道了 也可以選 進去這些搜尋裡面去看 那如果身邊有住在高雄市 或是岡山地區附近的人 也可以 去 如果知道一些這種家庭的話 可以分享給他們去報名參加 這樣子 好那我們進入正題 好 那我們一般的Google雲端硬碟 登入之後 預設的會有Google文件 視算表和簡報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要來撰寫程式的話 就要先選擇這個連結更多應用程式 那我們的應用程式叫做 Google Apps Script 那就可以找到Google Apps Script 那它是來源是Google 那它是來源是Google 那按連結 好這樣就可以去把它裝進去 那裝完之後它長的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新增這邊就會多了一個 叫做Google Apps Script 那我們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給它一個專案的名稱 比如說是 商業 這個名稱是自己隨便可以自己給 那它待會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顯示出像是檔案的名稱 那等它存一下 那這裡就可以寫一些程式的東西 那它就會顯示在這邊 好那這個就是第一步 就是我們先把它變成一個獨立的程式檔案 那以後要進去修改的話 就可以直接點兩下 進來修改它的程式 好